好 为什么要用那个去做清楚 喂,李健森 李大师,你这个 这个屏幕要正 你总是站在那个边上 你这个声音又不好了 喂 有声音没有 还是你也不熟练 你这个肉怎么做 知道 我吃点一身菌 喂 喂 能听见吗 现在听见了 怎么样 今天那个故事啊 这个镜头很浪啊 今天早上那个Zoom呢 报结果你知道吗 晚上报结果 东盖 因为每次Zoom报结果都是股份股份股份大涨 结果一报出来以后就炸掉 今天那个他那个美股美股要要什么呢 要要这个啊 美国要要中国要实行美国的会计制度 要求那个把评论拿到拿到美国来 他已经要立法了 美国的会计制度 对啊 所以这个中国的股票都大跌嘛 这个东西就 对吧 让他们去反正这个什么美国制度他们也不懂 那你就把原始评论拿过来啊 你这光造假不行啊 美国这几年造假给美国造成了损失太大了 对吧 所以这个肯定要肯定要把原始评论拿过来的 对吧 啊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肯定要拿过来要审计嘛 对吧 你总不能老造假 对吧 那也不一定啊 那你造假 这个原始数据拿出来是没错 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 有很多造假的 当然也有不造假的 这个东西 对啊 但是很多造假的 你还能跟你讲 他昨天讲 这美国人造假比中国人厉害的多 水平高的多 哈哈哈 这个造假也是 你这个造假也是 也是美国人帮着中国人造的假 但是但是 每个人都想赚钱呢 因为这其实你要想象都是利益关联的嘛 像那几大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都是那个啦 上次 上次加拿大那个会计事务所叫欧雯亚嘛 那个也不是加拿大是好像全球的 对 他跟他说是跟那个加汉林造假了 后来 后来罚款9个亿还是 9个亿吧 他造的太多了 太多了 我刚讲你要如果去造假的话呢 其实呢 这个东西吧 你必须是会计师是独立的 对吧 你不是收上市公司的钱的 会计师他也是独立的 但是他哪能不要钱呢 背给你审计吗 哪一个会计师也不可能背给你审计 你这个东西钱他 他应该是独立的 你现在是钱是 上市公司老板给你的 那你 那你得听他的 老板给你 你也得 这是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这么运作的 对啊 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让他给你审计完了以后 让他给你出报告 那当然你得付钱了 这些数据来都是上市公司自己提供的 对吧 只是说要 要会计行去签个字 那他的省计 every book is booked is cooked 他得省计他的原始评证啊 他不是那这些东西 这些投资人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呢 当然你要说是投资 对吧 你就要扎扎实实的 对吧 他就报表 如果 快给报表造假的很得了 对吧 对 难道 这是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 你不能造假 但是 还是很多 那个类型咖啡 你 哎呀 中国人造假造的太多了 我都 我不想说了 这个造假造的荒唐的 荒唐到家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 为什么他们那些人怎么会 那你这么 公司怎么去那个呢 你看那个 我会给你 怎么会批呢 这些会是建筑嘛 为了钱嘛 对吧 多给钱他就行了 你现在那个乐视公司 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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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乐视 现在那个川普说 选举都是造假的 你说这还有 太多了 你你不是这些 这中间在造假的太多了 这个多的 那些造的 你你你都不知道 这个几百亿几百亿的造假 然后你你像那个贾药亭 那个那个乐视 乐视最高的时候 市值在那吹着到了一千七百亿 你的声音听不太见 我的声音听不太见吗 对 能听见了吗 现在能听见吗 能听见 但是不是很清楚 不清楚吗 这有点乱 可能是 手机的效果 今天这个股票叫NIO NIO今天早上也是好像是创新高吧 早上一开门的是52块 现在是45块 看到没有 跌了呢就是 跌了百分之 从早上到现在为止不知道跌到哪里去了 你看这个 昨天讲的那个中国那个汽车今天 从13块6.8最高的时候6.9 现在是8块2毛5 这都是这都是因为美国证监会要求他们 在三年之内要求他们必须的 按美国的会计制度来 两院立法的 你不然就乱去退市 现在是真来为真的了 原先原先那个是怎么说呢 是是是中国政府这个这个顶着 所以我们这个会计器不能给你 现在不单是中国股票掉 现在美国的股票这个也掉的很厉害 你看到没有 这个zoom是美国的吧 这个zoom是美国的吧 今天 今天 今天早上 430开门 434 现在是400 哎 跌了不然这10也不多 跌的跌这么跌还能跌吗 关键 关键我们不管别人的股票怎么跌还是涨 我们自己的股票涨就行 对 你那几个股票还在涨是吧 应该是啊 那叫什么股票我给你打一下 呃 T-E-L-L 啊 T-E-L-L 就是石油的 T-E-L-L 对 T-E-L-L 对 是这个 对 这是我的一只 今天讲10%啊 啊就是涨10%很多嘛 10%慢慢后 对啊 你这个是也是个penning stock 啊 对石油的 我现在还有油还没没没出呢 啊 也有跌了一点 今天有跌了一点的 像Wet就跌了一点 跌了1%吧 这个 其他的都 我还啊 对我还有一只大马骨 大马骨今天长得也还可以 S-L-N-G的 S-L-N-G的 大马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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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如果是 做那个option 那个 就是做这个 就是卖 做空的话你看 那就发了 我做空的干嘛 我现在我做多 我根本就 我做自己的意义还是不得了 没没 还是不要做空做空 形成习惯不好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空 对形成习惯了 然后 你知道那个 那个 那个 Hedgefonds 那些大的这个对冲基金啊 嗯 他们都是做同Tesla跟那个NIO的 我知道 那嘛 NIO是这个 嗯 你看 今天早上52 现在是45 哎 跌了百分之十不多的 就就翻了 跌了百分之十不多的 跌了百分之十 我这不是涨了百分之十吗 对吧 你看我这泰尔不是涨了百分之十吗 对吧 然后我其他的也有涨百分之八的 哦 你是说你买的那些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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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股票的吧 对啊 还有哪个 还有一个大麻的 有一只股票大麻的有一个叫SRNG的 SRH NG Nethy Nethy G SRNG G SR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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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的股票,就批我,你选那个第二个批我那个那个股票,它是一个大马相关的, GB? SLNG,没有B,SLNG, SLNG, 是啊,但是这个是,我现在打的这个是美国股票,我给你打了, 你打,选加拿大的那个批我,加拿大的,我就是做的加拿大的, 你好, 哎呀,我给你看这个, 你说是这个? 你说是, 啊,对,就这个, 你好, 涨了8%吗,不得, 这个是吧? 对,其实,我给你这么说过,其实今天呢,今天应该进什么股票呢?应该进大马股, 今天应该进大马股, 买哪些股票呢?你比如ACB啊,像什么TRLRY啊,今天应该进大马股, 进大马股就对了, 叫什么? 今天ACB啊,ACB跌了17%吗? 那么你,你这个接的书买,明天他就涨了,你就可以赚钱了,对吧? 叫什么叫? A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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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ACD是吧? ACB,不是D, 这个,这个, 这是个大马股, 今天买它就对了,买它明天就赚钱了, 今天掉了2块,17% 对啊,你今天买了明天,明天,明天你一上涨你就跑掉不就完了吗? 那是, 那今天这些股票, 这好像这几个股票都掉10%左右了 那跌你,你我跟你这么说啊, 原则是什么呢? 一个板块在它的没有到顶以前, 你应该采取的策略是, 追跌杀仗, 嗯, 不是, 不是那些传统的那些那些, 那些什么追仗杀跌, 什么follow train的, 那都是胡扯啊, 那都是赔钱的这个方法, 你这个, 这种跌的大跌的时候, 这种跌法, 你买进去, 那你, 你挣钱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明天, 嗯, 因为它, 它这个板块在调整, 嗯, 板块实际上今天是洗盘, 然后你, 百分之十七, 如果说它明天又是涨到和今天的高点一样的话, 你就赚百分之十七了, 那赚大了, 嗯, 所以这个做股票就是这样了, 你别, 别什么技术分析, follow train的, 那胡扯的按照, 那都是, 哈哈哈, 我给你, 现在这个人是这样的, 就是抄了两个, 抄了两天股票, 它就是股神了, 哎呀, 这个, 这个, 哎呀, 这个抄股票要这么容易, 大家不都是股神了, 对吧, 对呀, 所以, 哎呀, 我得, 我得, 考虑明年, 明年做哪个板块了, 得考虑, 你考虑明年做哪个板块, 还不是靠, 哦, 现在是, 现在是无底了, 油这个板块, 我今年做的是油这个板块, 还在做着, 还在上涨着, 对吧, 嗯, 但是你这明年, 你得考虑做什么板块了, 明年, 现在计划明年的了, 嗯, 管你得做 research, 你得做很多的这种基础性的工作, 证明, 不是, 不是看看图就买的, 你得把那个板块里面的所有的股票都研究一遍, 然后你才能心里有谷做那个板块, 你不是明年再做油, 我就心里有数了, 哪个油股是什么样的, 哪个油股,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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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面怎么样, 我今年研究了一年了, 对吧, 那么明年我就可以, 明年, 明年我想, 明年有机会的话, 加拿大的这个矿业股有机会, 我始终感觉到是加拿大矿业股, 嗯, 加拿大矿业股已经跌了十年了, 而且现在全世界的这个通货膨胀有点抬头, 所以加拿大矿业股, 矿业股当中比较容易起来的, 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铃矿, 铃电, 铃矿和铃电池这个板块, 第二个板块呢, 有一个小板块叫骨矿, 就是这个金属的骨矿, 骨矿的价格也是处于很高位的, 因为它都是这两个东西呢, 都是电池, 这个新能源电池用的非常多的东西, 未来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所以它的这两个矿呢, 那么应该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而且加拿大的这个股市当中, 骨矿和这个铃矿, 都有六七十的股票, 中间要仔细研究, 看哪些股票有前途的, 这种矿呢, 那么现在也有几分钱的, 还有不到几分钱的, 还有一抹钱左右的, 稍微一涨, 就是好几倍十倍的这种涨法, 所以, 这就叫投资,明白了吧, 踏踏实实的去研究那些东西, 你不下功夫怎么能行呢, 光看个图形的那些交易, 你就以为能赚着钱了, 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那那, 那不,说这实在话, 这个社会上还有人下功夫吗, 是吧, 啊, 那当然的下功夫去研究一下, 你看这个骨矿, 哎哟,骨矿今天都开始涨了, 我操了, 骨矿有的今天涨了, 不是实际, 你现在要,要,要,要打,打,打上来, 要卸, 啊, 你要卸, 什么时间啊, 我摔啊, 我摔啊, 我没法摔, 我用手机,也没法摔, 我这也没用电脑啊, 啊, 你没用电脑啊。 我用手机 functions, 手机 también了, 要今天骨矿有的, 也是涨了百分之十几,这个,哎呀,得有人去研究呢,你这个不研究你懂吗,有的涨了百分之四十,我跟你这么说吧,有的涨了百分之四十,我们现在买在这石油布,这些东西涨得快了。 你看看加拿大的这个,我看今天这个涨百分之四十是什么东西啊,从一分多涨到三分五,就是百分之四十,这个股票是什么,这个股票叫JOR,是一个链矿的,今天涨了百分之四十,加拿大的,LIT也是链矿的,涨了百分之四。 这研究啊,唐先生这个东西做投资,得下功夫啊,不下功夫想赚钱,那有这么容易的事啊,对吧,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在这赌博了,把它当赌场了,赌场,早晚得,说句说,赌的结果就是,怎么说呢,碰见不好的股票就行家荡产呗,对吧,所以你这个在股市当中,要想生存, 这些管板块是不错,每个板块都在往上走,就是这些,这些东西,哎呦,今天真的长得不错,有长百分之四十的,有长百分之三十的,这个人家,大家在这地方。 想功夫,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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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去研究起,然后每一只股票从里面选出三两只有前途的股票来,然后买进去,明年就可以陪他,做他半年,半年至少收入也百分之, 我估计百分之百分之,像这些,这些矿业股。哎呀,太累了,今年研究的石油,明年研究矿业,哎呀,矿业股。 这个我看这个股矿呢,股矿,今天,今天实际上是,今天买入很好的时机是, 是,是这个大麻,呃,其,其他的矿产,我可能,哎呦,没研究呢,没研究不大敢买, 因为研究,研究好了以后,你看这个这个股矿,今天也是百分之十几的,也是这样的。 哦,没办法,石油还没做完呢,边看边研究呗。 你还能听见吗? 没声音了,唐先生。 你没听见我电视了? 你没听到我的? 没有啊,刚刚没声音了。 声音大不大? 还行。 哎呀,这研究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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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时间呢,我怎么没人有时间呢? 你想赚钱,不发时间,不发精力,怎么能赚那钱呢? 卧槽,能买股票,你以为是抓过来就买了。 大家都买的股票,一定不是高利润股票,都乐到那种程度了。 你现在说要赚超能力,哪一种容易啊,对吧? 所以你就得研究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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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皮江湖,刚刚开始启动的这些东西。 然后你才能赚个百分之几百,百分之百,百分之二百,对吧? 甚至百分之一千都有可能的一个股票。 嗯,所以对下功夫起研究呢? 我们这,我们这个光这种瞎聊也挣不着钱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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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股票去,这些。 今天这个小股票也在涨。 这股票怎么涨?你看我给,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说, 这些,这一个有百分之四十的,百分之二十九的,百分之二十三的, 就我手头这些铝矿的股票,今天百分之十几的都算是,表现不是很好的了。 当然它有跌的很厉害的,有跌百分之二十八的,百分之二十八的这种。 你现在看到什么都是? 我看的是这些旷野股。 你看到我这,没看到你的? 我,我的屏幕上没法共享,我和手机没接的,接起来。 和手机没接起来呀。 没办法分享,你都不好,你要用那个computer才行的吧?你现在是手机的吧? 对。 我用的是手机呀。 今天的,今天的中概股很惨。 中概股就是这个,昨天有个消息,要求中概股按照美国的快捷。 中概股现在? 你说那个中概股都不好? 阿里巴巴怎么样? 阿里巴巴我不知道,应该跌了不少吧。 阿里巴巴是什么? 爸爸,你打爸爸就行了。 爸爸,爸爸,爸爸今天涨啊? 没掉了。 今天涨了吗? 今天没涨,也没掉。 百度,百度,百度是怎么拼的呢? 今天百度也涨啊。 你看到我这个吗?是百度吗? 哦。 啊? 对。 这是百度吧? 对。 对,是百度。 是百度啊。 对啊。 然后中国这股车没掉,只有说那个mio,那些电动车的都掉了。 未来汽车涨了十倍了,今天也开始跌了。 对。 小牛,电动,这都是他们一伙的。 今天掉的最厉害的是, Zoom。 今天掉的最厉害的是,中概股是屠牛。 应该屠牛跌了20%左右。 你看Zoom。 刚才这个掉的最猛啊,成一百七十。 今天早上成一百七十八点五,最高。 掉了一百三,你看没有? 对,他掉了20%的七,不算跌的。 他掉了20%的七还算跌的。 不不不不不,今天不是百分之七。 他今天,在里面的波动是一百三、一百七十八、一百五。 哦,看到没有? 刚才又涨上了一点点了。 嗯,这样。 嗯。 现在,今天所有的这个, 疫苗的股票都掉了 它已经利好全都兑现了 疫苗都出来了 它不跌 你看这个 肯定要跌的 刚刚开始跌了 有很多 你觉得还有一下跌了 那当然有的是跌的空间 对吧 那就做空就没问题了 做空 你做空 我跟你这么说吧 你做空不要做空小公司 做那些大不头的 它的趋势一旦形成 它就很难再拉上去 你做那些小公司 说就不可以讲 一个人就把你杀死了 这个做空小公司 很危险的 对 它一连小钱就能把你杀死 你看这个公司 就是那天报结果 跟那个Frazer两个人 互助做疫苗的 这都是去年涨 今年去年涨了一年多了 它当然得跌了 现在没什么好消息 我今天早上跟多伦多一个基金公司聊了一会儿 他们呢 就是帮人家管 收费呢 是1%左右 不管不分之是好的话 大家都往他那里走 加拿大没有好基金的 我实际上讲都说 加拿大能有好基金吗 我说就不客气讲 加拿大哪个业绩能比我强 没有 他们可以买美国的 我知道可以买美国的 但是加拿大它就没有好 怎么说呢 就没有好的基金 很小很小 几乎找不到好基金 明天是星期三 你要有空呢 我们早上聊聊 明天买什么 明天买什么 今天下午买了 明天才能 现在4点钟关了门了 现在可以买 谁说不可以买 可以买 那是after hour 有些可以买 有些软件可以买的 对 那个Ib的软件可以买 可以买 你早上去判断 哪些东西 这个膜 那就是 看到市场 这个情况怎么样 市场情况 现在就是个震荡 在高位震荡 然后低位 震荡市 就是有机会了 你明天 明天 你必须得把这个脑筋拧过来 你不能第二天再去找补救 那是比较累的 你知道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就到这吧 行 好 先这样 下次有空再聊 OK 拜拜 拜拜 拜拜